这次来一个S-Pen Pro 手中的是个韩版的包装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很简单 挂在那感觉像很便宜的样子 然后三星这次针对Food系列 因为首次搭载了支持S-Pen 所以说它出了三个产品 一个是我在首发的时候就给大家演示了 和保护壳一套一体的官方售价500块 单独出了一个edition系列 完全和一模一样 只不过比S-Pen Pro更小一些 也是带笔套 然后就出了S-Pen Pro系列 只有S-Pen Pro是支持切换的 在除了折叠之外的S-Pen的设备上也能用 然后edition就是专用服的系列 所以说这次咱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S-Pen 打开之后 这边是这样子的包装 便于拿取 这个还不错 里面去塞上东西 一个是夹子和替换的笔头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毕竟笔头现在外面第三方出的比较慢 然后就是套 这个套是这种皮质的效果 然后还很硬 比较硬 带不带动 带到这就已经很吃力了 里边应该是有一个塑料 然后外面包的这个感觉 然后质感啥都没问题 毕竟价格摆在这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笔 这边有一个物理切换 搬过去就是S-Pen 过来就是Food系列 前面是有一个S-Pen的实体按键 按住就是自定页或者是橡皮擦 后面还有一个长按的话 这个蓝灯 长按的话 这就是配对 你可以配对任何你支持远程操控的设备 前面的就是笔尖 笔第一上手的质感 我感觉就是说很沉 其实要比咱们普通的签字笔是要沉的 毕竟也这么长 这个是和我S7加上面的笔 比一下也是更长 然后更长更粗 它俩区别其实就在笔尖上 这个笔尖可能上面结构会有一个保护头 也就是说更顿一些可以说是 然后斜起来会有一定的缓冲 感受出来能有缓冲和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那种硬的软头比较尖 然后整个笔质感这都没有问题 也是这种立肤质的这种感觉 后面这个头你打开 它就是充电的地方 直接Type-C插上就可以 然后充电的时候这边就亮灯 绿灯就充满了 然后盒子就行 里边送了三个头 加一个卡夹子 这样你自己捏着就可以替换 然后笔你插进去 插的感觉和适配度 这都没有问题 毕竟官方的东西确实是还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你就这么拿着就行了 第一次买来 首先也像咱复诸器里一样 你只要把笔 然后按出来 按出灯来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 然后就像Bus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直接就有连接 也有动画 我们点击连接就可以了 进入设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电量 也可以看到有隔空操作 因为有很多这种简配的笔 是无法有隔空操作的 因为它里边没有模块 然后你要是平时不需要隔空操作 其实也就没必要连 它只要能识别写就可以 然后有了隔空操作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返回 然后再返回 然后返回桌面 截图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也很流畅 这个可以远程操控 说的感受这都没有问题 毕竟都是两个电磁块在这 所以说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中间这个缝我也之前 手发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缝是完全不会影响 你甚至闭上你的双眼 然后你斜斜斜斜斜斜 你都试不出这个屏幕 不是纯屏的 你是试不出来的 这个真的是有一说一 确实是这个折痕 解决了没有问题 中间的话 它是通过这个三星 是通过算法 这个之前也做过节目科普 好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 你要是用普通的Spen 它就会提示你给老子换新的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试一下平板 平板现在目前为止是不好使的 我们直接切换一下 用物理按键 看速度如何 好 我直接切换成Spen模式了 然后直接就可以识别 而且我这个平板 是从来没有适配过 我这么跟你说吧 然后这个笔的书写感受 是不如它原配这个笔好的 因为原配的话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硅胶的 一个类似于硅胶软头 所以说写起来 这个缓冲的手感 是完全是很舒服的 这个虽然说结构不一样 但反而是一个硬的头 所以说我写起来感觉 丝滑程度是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一点就是 有点硬碰硬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要让我写书写手感 肯定还是这个小的Spen更舒服一些 然后这个你再碰它 它就让你切换 切换也是速度很快 秒切换 然后关于室航怎样的话 我等着后期长时间使用一下 再跟大家说 好总结一下 这个笔确实挺贵的 首先说质感 官方的质感手感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后面也有Type-C充电 然后切换的速度 延迟 这都是和Spen家族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因为它笔头结构不一样 所以说在写起来的时候 这上面因为我没法试 写起来的时候 在我的平板上 其实是不如这支笔的 这支笔 因为这个头 它是软的 这个是硬的 所以说软的话 写起来会很舒服 有定的缓冲 这个就有种硬碰硬的感觉 总归反而是尽量 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各设备之间 通用一支笔 也不用这么麻烦 来回切来切去 还有那句话就是 这个东西适用的人群不多 有负的的话 直接就买个那种 单独配负着的小笔就行 也便宜200多块钱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种 带套直接插在一起的更好 你平时出去 再带那么支笔 放包里也还行 你要不然就是 不能随时随地写东西 这个因人而异了 反正就是感受 我也跟你们说完了 这就是Spen Pro的 这个初上手体验的感觉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